女孩和闺蜜一起穿梳到了兽人世界 成了又丑又拉她的独辞性 当系统告知共同生购一百的孩子 就可获得离开兽室的机会 谢之宇与闺蜜互相对视一眼 两人撸起袖子 嫁一起打 把一起生 闭嘴 吵死了 躺在血泊中的谢之宇猛然睁眼 转头望去 只见乌泱泱一群穿着兽皮的男人女人围在她的身边 男人各个俊美无比 而女人全是丑八卦 老组长 你看这独辞的态度 再不惩治他们 将来只会更加变本加厉 虐待雄性 她猛了 刚不是和闺蜜喝酒 吐槽绿茶同事写的小说吗 怎么喝着喝着就到这鬼地方 小芝芝 你是不是又用你的三六弟砸我头了 我头疼得要死 熟悉的声音让谢之宇猛地转头 看向一旁满脸是血 穿着瘦皮的女人 这声音是 一 送一听到声音 缓缓坐起身 在看见谢之宇那张脏的人神共愤的脸时 卧槽一声 小芝芝 我这是喝太多 导致酒精中毒了吗 我怎么感觉你现在脏得有点过分 谢之宇浑身上下都是污泥 身上瘦皮凝成块 还有一股恶臭味 也不知道多久没洗澡了 她性感妩媚 还拥有三十六大地的小芝芝 怎么变成乞丐了 宋依依抬头 看到一群男女盯着她和谢之宇 男人还都长了尾巴 小芝芝 有妖怪 宋依依被眼前的情景瞬间吓得晕了过去 谢之宇还没来得及查看她的情况 就看到一名威严的老族长走出来 语气冰冷的下达命令 马瑞亚 艾米丽 你们屡次残害雄性致死 现在还导致我虎族族长身受重伤 念在你们是珍贵的雌性份上 饶你们不死 驱赶出虎族 昭告整个森林 从此以后不得与虎族交配 也不得踏进虎族半步 老族长的话让谢之宇如遭雷击 这剧情怎么和绿茶同事写的 受试甜宠小说一模一样 马瑞亚和艾米丽 是她与闺蜜宋依依的英文名 他们俩是绿茶同事 梳理出了名的独辞性 又丑又邋遢 欧打虐待雄性 更是将虎族小族长打断死不活 独辞名称遍布整个森林 整个森林的雄性都市 他们为灾心避之不及 雌性对他们各种虐打 最后在被虎族驱赶流浪的途中 被女主的人活活打死 暴食荒野 谢之宇想到他们的悲惨结局 就觉得害怕 在组长准备离开时 急忙喊住 老组长 我和艾米丽知道错了 为了弥补过错 我愿意替小组长治伤 谢之宇在现代本就是 医院出了名的外科医生 治点伤不在话下 老组长闻言 狐一的瞥了他一眼 兽医都治不好的伤 你这个毒瓷怎么可能治得好 谢之宇大脑飞速运转 我以前跟其他兽医学过一点医术 请老组长给我个机会 如果治不好小组长 我自愿和艾米丽一起以死谢罪 刚醒来的宋依依顿是哭笑不得 小组组可真是他亲闺蜜呀 死也要带上他一起 老组长想起儿子的情况 由于好久才便宜 好 我给你一次弥补的机会 三天之内治好我儿子 我就放过你们 如果治不好 你们就一同以死谢罪 老组长说完 爱慕小组长的雌性纷纷抗议起来 老组长 艾米丽和马瑞亚 可是辅足出了名的毒瓷 他们已经把死十几个雄性了 你把小组长交给他们治 小组长会没命的 老组长 三思啊 老组长面色凝重的说道 够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你们不必再说了 老组长离开后 围着谢之宇和宋依依的雌性们 也纷纷散开了 宋依醒过来后 已经渐渐明白 自己和谢之宇 现在身处在什么地方了 小芝芝 我们俩是不是一起 穿进绿茶表写的小说里了 谢之宇点头 对 宋依依继续问道 那我们是不是绑定了 什么受试生子系统 他刚才昏迷时 脑海中隐约听到过 就能进入商场 领取新人大礼包 宋依依一听 急忙闭上眼睛 果真看到大礼包领取界面 立即领取变美药水 宋依依拿出在谢之宇 注视下一口气喝光 原本丑陋不堪的脸 瞬间变得精致起来 不过他脸脏脏的 他的美貌没有完全被显露出来 宋依依碰了碰自己的脸 开心的问道 小芝芝 我变漂亮了吗 谢之宇笑了笑 你现在漂亮的就跟那小仙女一样 听到这话 宋依依开心极了 立刻催促谢之宇 也赶紧喝变美药水 谢之宇喝完后 身体和脸庞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宋依依盯着谢之宇的胸说道 小芝芝 你的三六弟和那张青橙小脸都回来了 不过你脸太脏了 要是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出来你变美了 等我们治好阿诺之后 一起去洗个澡吧 谢之宇摇了摇头 洗澡可以 但洗脸不行 宋依依疑的问 为什么不行啊 谢之宇解释道 因为艾米丽和玛利亚 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丑八怪 你突然变美了 他们肯定觉得我们不是玛利亚和艾米丽 把我们赶出虎族 森林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 在没有强大雄性保护我们之前 暂时当丑女比较好 她顿了顿 补充道 而且长得丑可以避免雄性争抢 长得太漂亮 像猴子一样天天被人围观 也找不到真心对我们好的雄性 宋依依听后点头 觉得谢之宇说的很有道理 好 都挺小吱吱的 谢之宇与宋依依说完 便一起前往小组长阿诺的住处 一进去 就看到阿诺浑身是伤的躺在草堆上 身旁还放了一碗黑漆漆的药 她浑身颤抖着 咳嗽不止 咳咳咳咳 随着咳嗽 一口血吐了出来 显得十分痛苦 谢之宇上前检查她的身体 初步估计是肋骨刺穿肺部导致咳血 她胳膊小腿全断 眼球异血 眼角膜受损严重 快不行了 得赶紧喂救命药水 谢之宇扶起阿诺喂药 但她情况太过严重 根本喂不进去 咳嗨嗨 阿诺一口血喷在了谢之宇脸上 情急之下 谢之宇直接将救命药水喝进嘴里 随后嘴对嘴地将药液剁给了阿诺 随着要被阿诺喝进去 她的身体开始奇迹甘地愈合了 阿诺意识逐渐恢复 醒来看到独磁性马瑞亚症亲吻自己 惊恐万分 她猛地推开谢之宇 惊慌失措地喊道 别 别打我 阿诺帅气的脸上满是恐惧 整个人缩在角落里 抱着头背对人 身体微微颤抖 见状宋依依不由地抽了抽嘴角 小吱吱 她好像很怕你飞 谢之宇无奈地笑了笑 她也怕你 因为是马瑞亚和艾米丽联手 把她打成这样的 艾米丽和马瑞亚在寿室是最好的朋友 两人不管做什么坏事都是一起 比如打死15个雄性 也是一起打的 谢之宇无奈叹息 开局不要啊 就这种情况 想要生够100个孩子离开寿室 难 咕噜噜 宋依依的肚子发出了叫声 尴尬地看向谢之宇 小吱吱 我饿了 谢之宇也饿了 看向山洞里发现 除了几个十碗啥都没有 这小组长混得真差 谢之宇回过神来对宋依依说道 你在这里照顾阿诺 我去森林找点营火 宋依依忙道 我和你一起去 她在寿室人生地不熟道 现在格外依赖谢之宇 谢之宇却不想带她去冒险 依依 我们现在可是受试出了名的毒辞 你和我一起出去 很有可能被慈性追着打 所以你还是在这里待着吧 我尽快回来 宋依依不想跟着去拖谢之宇后腿便同意了 小吱吱 你注意安全 谢之宇点头道 好 随后离开山洞独自前往森林 谢之宇走后 宋依依看向墙角发抖的阿诺道 那个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疼吗 阿诺的反应让宋依惊恶不已 她依然抱着头 声音中满是恐惧 别打我 别打我 宋依依无奈的叹了口气 她是不是被家暴出护益症了 另一边 谢之宇按照原主残留在脑海的记忆 开始在森林中找野果 绕了一大圈 终于找到一棵果树 爬上去摘了满满一栋 便前往河边清洗 刚蹲下 河水倒影中映出几个雌性的身影 他们正悄悄走近 试图推她下河 谢之宇轻松一闪 来人扑通一声摔进了河里 啊 救命 菲尔惊慌失措 挣扎大喊 自己想推我下水 结果却掉进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一旁的雌性怒气冲冲 你这毒磁 怪不得没有雄性敢靠近你 突然 另一名雌性惊呼 快别吵了 菲尔不见了 考虑到自己在虎族的恶劣风平 在闹出人命 她和依依就真的无路可走了 她深吸口气 放下怀中的野果 跳入水中 将快要沉底的菲尔捞了起来 一旁的雌性看着她从容的救人 满脸震惊 马瑞亚 你一个虎兽为什么会水性 她是虎兽 谢之宇没理会他们 蹲在菲尔眼前 专心给她按压腹部排水 嗨嗨 随着几声咳嗽 菲尔吐出一大口水 虚弱地睁开眼 冷冷地顿着谢之宇 马瑞亚 你故意推我下水 我要去告诉母亲 让她为我做主 谢之宇无奈道 这口黑锅就这么华丽丽的扣下了 谢之宇话还没说完 菲尔就被其他几名雌性被走告状去了 她可真是比痘蛾还冤 谢之宇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无奈摇头 继续洗着自己摘的野果 闻到自己身上的恶臭 她索性走进河里痛快洗了个澡 舒服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打斗声 死 安格斯 你一个流浪兽 居然还敢觊觎我们狐族圣女 你简直找死 谢之宇一听到圣女这个称呼 心里一震 这不是书中女主吕瑶的独特称呼 一个能呼风唤雨的存在 还是兽式的万人女 所有雄性见了她都为之倾倒 而她与依依 就是在被赶出虎族流浪图中 被她各种虐的存在 原来的玛瑞亚和艾米莉 或许会按照剧情被她虐 但现在的谢之宇和宋依可不会 谢之宇稍稍愣了愣神 就被安格斯见起的一大片水花泼了一脸 吐 她无奈地擦了擦脸上水渍 听见前面传来的刺耳尖叫声 谢之宇有些不忍地从河里走出 捡起你巴呼了自己一脸 才上前喊道 别打了 谢之宇的出现 让正在殴打安格斯的三名雄性停了手 他们一眼认出了她 是虎族独辞马瑞亚 喜欢强收掠打自己的雄性 兄弟们 可不能被她看上 快跑 谢之宇汗言 我不是 话还没说完 三名雄性就被吓得落花淘了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 转头看像趴在地上的安格斯 她有着人身蛇尾 一头披肩银发 邪魅的脸上满是伤痕 好看的像漫画中的人物 而且她还拥有八块腹肌 和一双红色树铜 谢之宇蹲下关心地问 你还好吗 安格斯没说话 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她 谢之宇扫了眼她受伤的蛇尾 发现河边有消炎止血阵痛的草药 于是便去摘下洗干净 碾碎敷在安格斯受伤的位置 她柔声说 这草药对外伤有奇效 敷一会就不疼了 安格斯始终一言不发 冷漠地仿佛巨人一千里之外 但谢之宇并不在意 反而觉得她这副冷聚模样更吸引人 心中不禁感叹 没想到这受伤的帅哥遍地都是啊 穿过来倒也不愧 谢之宇边吃野果边打压安格斯 笑问 刚刚活足的人说 你基于圣女 你喜欢她 见她依然沉默不语 谢之宇疑疑惑地问 你怎么不说话 你是哑巴 安格斯凶神恶煞地 冲着谢之宇吐了吐舌杏子 接着钻进河里跑了 谢之宇挣了挣 无奈道 跑什么呀 我又不吃人 随后捡起地上的野果 转身回了辅足 远远地便看到宋依依坐在山洞口等她 见她回来兴奋地冲她挥手 小芝芝 谢之宇快不上前 将兜里的野果递给她 这森林野果不少 够咱们吃一阵子了 宋依接过野果 愁眉苦脸地啃了一口 满脸惆怅 小芝芝 我可是美食爱好者 这野果让我吃一两天可以 长期吃我会营养不了死掉的 小芝芝 我想吃肉 谢之宇倾笑 拍拍她的肩膀 依依 想在寿司吃肉 我们需要雄性 而想要生够一百个孩子 也得需要雄性 所以现在围巾之计 是找雄性 宋依下意识看了眼 还蹲在墙角的阿诺 小芝芝 我们真的要生一百个孩子 谢之宇点头 收拾繁衍能力强 一胎能生七八个 甚至十几个 而且生产周期也很短 三四个月就能生 所以我们俩一人五六胎 凑够一百个不满 宋依闻言 忽然觉得自己能生了 行 你生我也生 谢之宇心想要生 得先找到雄性 这阿诺好像是 玛利亚的雄性 第一胎要不和他生 随后将野果递过去 阿诺 这是我刚刚出去摘了野果 你吃点吧 阿诺黄虫微动 在谢之宇手伸过来时 再次大叫起来 别碰我 我不要和你交配 每次交配他都让艾米莉 在后面打 把他弄疼更要被打 做什么都被打 阿诺不明白 既然这么讨厌他 又为什么要强行 让他做他的雄性 谢之宇看着阿诺害怕的模样 他觉得他的第一胎 还是换个人生吧 他牵起阿诺的手 将野果放在他手中 阿诺 以前的事是我不对 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也不会强迫你和我交配 你别怕 第一次被温柔对待的阿诺 满是疑惑 雌性居然给他道歉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叫喊 马瑞亚 你给我出来 谢之宇正是图与阿诺培养感情 忽然听到声音 放下野果 站起身走出山洞 一到洞口就看见 虎族的所有雌性 都围在山洞外面 没手的人是菲尔母亲和菲尔 菲尔挑衅的看着谢之宇 冷笑道 马瑞亚 你今天害我落水 差点死掉的事 我已经全部告诉我母亲了 今天你必死无疑 在受试 残害雌性 比残害雄性的罪名 要严重一百倍 因为雌性稀缺 雄性泛滥 只要雌性杀害雄性不过分 都不会被驱反 菲尔母亲穿着兽皮 金黄虎铜只是谢之宇 根据足规 残害雌性者 编刑一百下 说完 让人拿出用骨头做的骨鞭 准备鞭打谢之宇 宋依依见状 抬手挡在谢之宇身前 你们想打马瑞亚 就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菲尔母亲冷哼一声 甩出骨鞭 狠狠抽在宋依依身上 既然艾米丽主动受罚 那你们就一起受罚 宋依依愣了一下 小芝芝 这群母老虎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谢之宇在菲尔母亲 再次甩出骨鞭时 迅速推开宋依依 冲上去勒住菲尔脖子 都别动 否则我拧断他的头 菲尔被勒住脖子时瞬间慌了 声音颤抖 母亲 救我 菲尔母亲见状 急忙放下手中的鞭子 凶狠的吼道 马瑞亚 你竟敢当面伤害菲尔 我看你不应该执行鞭刑 你应该直接去死 谢之宇冷笑道 真正该死的恐怕不是我 而是菲尔吧 明明是他想扑我下水 结果自己跌入了河中 我还跳进水里救了他 可他不但不懂得感恩 还倒打一盘冤枉我 刚才你们说 残害雌性要受鞭刑 那菲尔试图害我 为什么不打他 反而来打我 菲尔母亲生气的怒吼 不可能 我的菲尔绝不会做那样的事 谢之宇死勒住菲尔脖子道 既然你不信 那我们就问问他本人 看我是否撒谎 菲尔被勒的喘不过气来 痛苦的挣扎 你放开我 谢之宇眼神冰冷 和你母亲说实话 否则我立刻拧断你的脖子 菲尔痛苦的被迫说了实话 母亲 玛利亚说的都是 是真的 是我想推他下水 也是我自己跌入的河中 我 我错了 放 放开我 谢之宇听后 松开了他的脖子 来到菲尔母亲身边 拿走他手中的骨鞭 刚刚可是您说的 凡是残害雌性者 都得执行一百鞭 菲尔主动承认企图谋杀我 暗足归鞭行一百 为了避免您殉死亡法 这一百鞭 就由我代劳吧 在菲尔母亲的注视下 谢之宇挥边 就是啪啪抽打着菲尔的身体 啊 菲尔的尖叫声 回荡在空气中 菲尔痛苦的喊道 母亲 救我 菲尔母亲面色铁青 虽然很想救女儿 但她作为组长辞性 给以身作则 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菲尔 被马利亚抽打 她握紧手 看谢之宇的眼神 恨不得立刻将她临时处死 马 瑞 亚 很快边形结束 看着被打的皮开肉站的菲尔 谢之宇扔掉手中的骨鞭 冷声道 菲尔受刑结束 你们可以抬她回去了 话落 谢之宇在众人注视下 静止走回山洞继续吃野果 菲尔母亲带着被打的皮开肉站的菲尔离开 山洞外恢复了瓶颈 宋依依捂着嘴凑到谢之宇眼前夸赞 小芝芝 你刚刚那几下简直太帅了 有你在 我觉得安心多了 谢之宇心想刚那几下 算是彻底把组长夫人得罪了 他们恐怕不能继续待在腐足了 得另谋出路才行 随后对宋依依说道 时间不早了 先睡觉吧 谢之宇拿起一旁的单草铺好 让宋依依躺下休息 她正准备睡觉时 蹲在角落的阿诺说道 母亲很喜欢菲尔 你今天将菲尔打成这样 说不会放过你的 谢之宇见她主动跟自己说话 笑了笑 做起身问道 你这是在担心我吗 阿诺顿时脸红 别扭地回道 我才没有 说完 变成兽形 蜷缩在墙角睡觉 谢之宇怕她着凉 便将自己的兽皮盖在她身上 她和宋依依同盖一张兽皮 阿诺在兽皮盖上的一刻 眼底闪过疑惑 玛瑞亚为什么突然对她这么好 另一边菲尔住处 在兽医为她处理伤口的一刻 嘴里发出阵阵惨叫声 菲尔忍着疼痛 愤怒地说道 母亲 玛瑞亚把我打成这样 你一定要为我报仇 菲尔母亲等兽医离开后 才坐在她旁边查看她情况 菲尔 你父亲已经知道 我们去找玛瑞亚的事 她现在很生气 所以我们暂时不能动她 菲尔不干的教导 那我就这么白白被打 菲尔母亲温柔抚摸着她的头 兽医告诉你父亲 你大哥阿诺可能活不过三天了 只要阿诺死了 玛瑞亚和艾米丽都得为她陪葬 所以这三天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要等着阿诺断气就行 她不喜欢阿诺 因为她杀了自己最宠爱的孩子 早晨大雾笼罩着森林 睡梦中的谢之宇和宋依依 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 不知道谁喊的一声 但要快出来 圣女正带着她的雄性 在森林打猎 赶紧去看阿 补足没有雌性的雄性 三分朝森林跑去 那阵仗堪比追星现场 有起床气的宋依依被吵醒 眼底满是不悦 小芝芝 外面出什么事了 这么吵 谢之宇淡淡的回答 圣女出现在了森林 妹群想要成为她雄性的都去了 圣女 宋依依猛然想起了什么 会议瞬间全无 吕瑶 更无语的是 在书里 吕瑶竟然是兽士 所有雄性心中的万人名女主 想到这些 宋依依非常不爽 从草堆上站起身 冷冷地哼了一声 小芝芝 我们也去看看 这兽士的万人名女主 到底有多漂亮 谢之宇点头道 好 于是两人一起朝着人群 涌动的森林走去 他们俩过来时 四周挤满了雄性 一眼望去全是各种帅哥 有胸肌发达型的 有阳光型的 有邪魅型的 有高冷型的 还有傲娇型的 宋依依看的眼睛都亮了 小芝芝 这兽士的男人 堪比顶级男模 我活了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多男人围着 谢之宇微微一笑 他们围的人可不是你 而是吕瑶 只见森林中 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穿着瘦皮制作的裙子 正蹲在一旁采摘野花 虽然看不清她的脸 但却能从她眼睛中 感觉到她的美 吕瑶拿着鲜花 冲了一旁围观的雄性抛媚眼 辽的那群雄性心花目放 啊叫 稍微夸张一点的 甚至于还被吕瑶的妹眼给晕晕了 谢之宇和宋依依看得面面相去 真是一个狐狸精嘛 随着吕瑶的靠近 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味 谢之宇和宋依依闻的上头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体香 可狐足的人 不应该拥有传说中的狐臭吗 宋依依忍不住吐槽道 这吕瑶把书中的自己 描写成了万人迷 还自带体香 尼的那群雄性跟没见过女人一样 其实她长得还没我们俩一半漂亮 我要是把脸洗干净了 尼的这群雄性嗷嗷叫 话落 一道熟悉的嗓音响起 瑶瑶 我今天打到了你爱吃的鱼 我们回去吧 宋依依猛然看向声音来源 卧槽 这不是我的渣男未婚夫丽成吗 她怎么和吕瑶在一起 在现代 丽成和宋依依曾是一对 在即将结婚时 吕瑶不光和丽成睡了 还发视频挑衅宋依依 宋依气得当场退婚 而丽成因为吕瑶的算计与身份 睡完她就把她踹了 然后吕瑶舔狗一样追着丽成 但是书中好像是 丽成像舔狗一样追着她舔啊 这 这个吕瑶简直臭不要脸 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丽成 就把她写到书中做她舔狗 真尼玛恶心 谢之宇见状 忍不住好奇地问 你还喜欢丽成吗 宋依叹叹了口气 眼神有些复杂 不喜欢 我只是见丽成当吕瑶的舔狗 觉得恶心 毕竟我认识的历程不会这样 她认识的历程确实不会这样 但问题是书中的历程 并非真正的历程啊 回去吧 谢之宇刚准备带宋依离开 就听到前方传来一阵打斗声 安格斯 瑶瑶可是森林圣女 你觉得像你这样的流浪兽 可以做她的雄性吗 一个雄性大声嘲讽 带着其他雄性围攻安格斯 安格斯舌尾一动 将吕瑶卷起便准备带走 吕瑶吓得大叫 啊救命 这酥软的声音一出 一旁的雄性集体朝安格斯攻击而去 宋依依看得尤为震惊 小吱吱 这么多雄性围攻安格斯 他会被打得死无全尸吧 谢之宇冷冷地注视着眼前的战斗 淡淡地说 很有可能 谢之宇看着一群雄性变成兽形状态 集体围攻安格斯 对宋依依说 一 你站在这里别动 我去救救安格斯 啊 宋依依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谢之宇朝吕瑶冲了上去 趁所有人都在打安格斯时 将他脖子掐住 让这群雄性都住手 吕瑶在被谢之宇掐住脖子时 满脸震惊 我可是森林圣女 你敢动我 谢之宇才不管什么圣女 他现在只想救安格斯 我最后说一遍 让他们都住手 吕瑶第一次被人掐脖子 美眸瞪大 将谢之宇的脸牢牢记住 我不会放过你的 谢之宇收紧手中力道 不耐烦道 你话怎么这么多 吕瑶从的出声 都 都住手 救 救命 随着吕瑶的求救声 围攻安格斯的雄性们纷纷停手 转头看向吕瑶 而就在他们转身时 谢之宇迅速松开吕瑶的脖子 飞快地跑向受了重伤的安格斯 快走 他低声对安格斯说道 同时迅速查看他的伤势 准备带他撤离 安格斯红色树桶一出鲜血 疼得已经动弹不了了 谢之宇看见这样的场景 在一群雄性朝他看过来那一刻 他护在安格斯眼前说道 他只是喜欢圣女 并没有过错 没必要对他感性杀绝 历程站在谢之宇眼前 死死盯着安格斯 他一个流浪兽有什么资格喜欢瑶瑶 谁规定流浪兽就没资格喜欢圣女了 更何况圣女不是自诩善良 既然他这么善良 为什么容不下一个安格斯 吕瑶为了保持自己的完美形象道 阿诚 我看这流浪兽挺可怜的 放过他吧 瑶瑶 这流浪兽一旦放过 他下次还会趁着我们不注意伤害你的 吕瑶微柔的出声 阿诚 只要有你在身边 我相信他伤不了我的 让他走吧 吕瑶说完 抬起手放在阿诚的胸前 那副妖娇的坐牌 让宋依依看得恶心 在他想上前带走谢之宇时 安格斯却突然用舌尾卷起了谢之宇 将他带走了 宋依依看见这场景 什么人都不好了 安格斯 你把小吱吱还我 安格斯 宋依依边叫边朝前追去 但他的速度跟安格斯游动的速度 根本没法比 没一会儿的功夫 谢之宇和安格斯就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宋依依着急的回到吕瑶身边 我朋友被安格斯抓走了 你赶紧让人去救救他呀 吕瑶本就打算抓谢之宇 他被安格斯带走了 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帮宋依依依依依在历城怀中 我只有一个雄性阿诚 他去救你朋友了 就没人保护我了 所以对不起 我没办法帮你找人 我先回去了 吕瑶说完 便离开了 宋依气得跺脚 他虽然只有一个雄性 但这些雄性都听他话 只要他随口一吩咐 他们就会帮他去救人 但是他却直接走了 他这不摆明了 想要让小芝芝死安格斯手里吗 该死的吕瑶 小芝芝要是出了事 他一定去扶足杀了他 替闺蜜报仇 宋依依担心谢之宇 祈求地看着眼前的雄性 你们能不能帮我救救马瑞亚 雄性们不满道 马瑞亚这么恶毒 我们才不救他回来祸害小组长的 就是眨眼的功夫 雄性们纷纷回了虎族 压根没有要搭理宋依依的意思 宋依依看着眼前偌大的森林 他无助地叫喊着 小芝芝 啊 另一边 谢之宇被安格斯鲁回山洞 随着舌尾一松 他整个人摔在了地上 安格斯也因为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谢之宇健壮 顾不上自己摔疼的身体 赶紧去查看安格斯情况 腿上血肉模糊 腹部全是瘀青 脸上也无一幸免 嘴角还在流血 实在是太残了 谢之宇拖着安格斯到一旁的草堆上 接着找来草药碾碎 塞在他伤口上 大概太疼了 导致安格斯眉头紧紧皱在一起 谢之宇凑到他的腿边吹了吹 你说你也真是的 那吕疗绿茶表一个 为了他去拼命值得吗 谢之宇叹吸一口气 替安格斯伤口敷上药 便开始打量着他所住的山洞了 比阿诺住的山洞还空 这里面居然连个碗都没有 山洞里面不透风 还不见光 因冷潮湿 谢之宇看向一旁的血迹 应该是安格斯近视留下的 这山洞又腥又湿 夏天还行 这要是过冬天还不得冷死 谢之宇找来树叶扑在地上 接着用草边制成一把扫把 简单打扫了一下卫生 谢之宇搞完卫生后 觉得肚子饿了 就去森林里摘野果 安格斯醒来时 发现山洞空荡荡的 眼中闪过一抹失望 他原以为就自己的雌性 是喜欢自己的 没想到和其他雌性一样 嫌弃他是流浪兽 安格斯看着舌尾上的药 将尾巴变成腿 腿上满是心就交加的疤痕 嘿嘿 他忽然咳嗽起来 谢之宇刚走到洞口 就听见咳嗽声 急忙端住装水的石碗进来 安格斯 我回来了 谢之宇将石碗递给安格斯道 这是我在河边打的水 你快喝吧 安格斯没动 谢之宇以为他怕水里有毒 当面喝了一口 你看 没毒 谢之宇知道马瑞亚做的事情臭名远扬 现在连流浪兽都怕疼了 安格斯树同微动 结果谢之宇递来的水一引而进 咳咳咳 安格斯又剧烈咳嗽起来 谢之宇见状抬手轻开他后背 你慢点喝 没人和你抢 饿了吧 先吃点野果吧 谢之宇从怀里拿出野果递给安格斯 安格斯摇头 表示自己不要吃野果 谢之宇见他始终沉默不语 便问道 你是不愿意说话 还是哑巴说不出 我 安格斯结结巴巴的说道 我 我不是哑巴 他的声音低沉好听 谢之宇不由呆愣住了 哇 是他喜欢的类型 对着安格斯笑道 你声音真好听 长得又帅 谢之宇将野果递到他嘴边笑道 我知道你不喜欢吃野果 但你受伤了 没法打猎 先将就着吃吧 酸酸甜甜很好吃的 安格斯在他的注视下 勉强咬了一口 脸上立马露出痛苦的表情 不好吃 谢之宇被他这副模样逗笑了 轻轻替他擦去脸上的污垢 我觉得这野果挺好吃的 你要不吃可是会饿肚子的哦 安格斯摇头 不会 我昨天进食了 所以短期之内都不会饿肚子 谢之宇恍然大悟 他记得蛇好像是吃一次 可以半个月不饿肚子 因为他们每次吃东西 都吃很大一块 需要消化 谢之宇不再担心安格斯 坐在他身旁边吃边想 也不知道依依现在怎么样了 另一边 宋依依还在森林里找谢之宇 走着走着 发现找不到回虎族的路了 宋依依委屈的叫喊 小芝芝 你到底在哪呀 我肚子好饿 还迷路了 怎么办 生子系统感觉到宋依依的迷茫 热心的为他提供帮助 宿主 往前走100米 是孔雀族部落 对换其他的东西 宋依依继续追问 那你知道小芝芝现在在哪吗 生子系统安慰道 他在安格斯洞穴里 目前很安全 宿主不用担心 宋依依听到谢之宇很安全 便放心地松了口气 既然小芝芝不在 就只能他自己去找吃的了 他按照系统提示独自前往孔雀 宋依依到的时候 孔雀族正因为孔雀族长夫人难产 而忙得不可开交 快去请兽医 米诺难产了 族人着急地说 组长 兽医出门采药了 至今未归 现在要怎么办 孔雀族长急切地 看向身旁的伯恩斯 伯恩斯立刻带人去找兽医 是 父亲伯恩斯回应道 伯恩斯作为孔雀族长 最出色的儿子 深受孔雀族雌性青睐 但他们眼高于鼎 认为只有胡族圣女 才配得上他 所以他成年多年 至今没有与其他雌性绑兵关系 宋依依在孔雀族门外 听到伯恩斯三个字时 双眼顿时一亮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伯恩斯是书中吕雀第二个雄性 这个吕雀喜欢抢他未婚苏是吧 那他就抢他喜欢的雄性 宋依依在伯恩斯出来时 直接伸出手拦住了他的去路 我会接生 虽然他大学读的是射计 不会医术 但他有救命药水 能够救米诺 伯恩斯打亮了一眼宋依依 见他浑身脏兮兮 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满脸嫌弃 你真的会接生 伯恩斯半信半疑地问 宋依依使劲点头 会啊 米诺的惨叫声传来 伯恩斯担忧自己母亲 便带着宋依依回了组里 自己 这雌性说他会接生 母亲疼得厉害 要不让他试试 我再继续去找兽依 组长无奈同意 好 让他进去吧 宋依依进入巢穴后 外面守候的雌性和雄性 立刻认出了他 组长 刚进去的是虎族的独子艾米莉 快让他出来 可别让他伤害到米诺 孔雀组长闻眼脸色大变 快 快把这艾米莉拉出来 孔雀组长刚说完 宋依依就接生成功了 而米诺在喝完宋依依给的救命药水后 生产时留下的伤也瞬间恢复 米诺不敢置信的看向宋依依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 为什么我一喝完可以无痛生子 宋依依看着手中为数不多的救命药水 这是神药 只有我和我闺蜜有 目前我就这么一瓶 给你喝了一半 就剩这点了 作为回报 你可得请我吃一顿好的 米诺文言笑着点头道 好 我让你给你准备吃的 组长也放下了戒心 吩咐道 图斯 替这位慈性准备吃的 好好招待他 很快 一大堆食物摆在了宋依依面前 他满怀期待的打开叶子 结果入眼全是蚂蚁 蝗虫和青草 宋依依吓个尖叫 啊 好多蚂蚁 好多虫子 米诺疑惑道 慈性 这些是我们孔雀族最好的食物 你不爱吃吗 宋依依心想他一个人 怎么可能爱吃这种东西 他想吃肉 宋依依重眉摇头 我不爱吃这些 有没有肉吃 米诺拿起马黄就往自己嘴里送 这不就是肉吗 宋依依看到这场景 回身发麻 连连后退 我不要吃这种肉 米诺摇头道 可我们孔雀族只吃这种肉 你如果想吃其他肉 我们孔雀族战斗力不高 不能为你捕到猎物 宋依依绝望的想 所以找雄性 得找战斗力强一点的吧 找孔雀 只能吃蝗虫和蚂蚁还有草 宋依依心中哀嚎 小芝芝 我好想你啊 快来救救你可怜的闺蜜吧 好饿 真的好饿 谢之宇将山洞打扫干净后 重新布置了下 现在山洞看起来不怎么晕冷潮湿了 谢之宇坐在叶子上 担忧地看着躺在草堆上的安格斯 脸色越来越红 走上前坐下 轻碰他的额头 安格斯 你脸怎么这么红 你发烧了 安格斯迷迷糊糊地说 热 好热 蛇好像喜欢冰凉的环境 谢之宇将安格斯 从草堆里拉到冰凉的地面 当他降温 看见他一直喊热的模样 他准备出去为他找点退烧药来治治病了 谢之宇碰了碰安格斯的额头 安格斯 我出去给你找药 你在这等我 我很快回来 正准备离开时 安格斯迷迷糊糊抓住了他的胳膊 别走 别扔下我 谢之宇看他可怜的模样 在他身旁坐下来 轻声道 安格斯 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不久后 安格斯睡熟 谢之宇拉下他的手 去森林给他找退烧药 路上遇到才草药的老兽医 篮子里正好有退烧草药 王问道 老爷爷 你这柴虎哪里找的 老兽医就没护住自己的篮子 啥柴虎 这是山菜 可以解热 谢之宇笑了笑 老爷爷 我有一个朋友他发热了 能分我一点山菜吗 老兽医护着自己的兽袋 我凭啥把好不容易找到的山菜分给你 谢之宇无奈道 那你不分给我 告诉我在哪摘的 我自己去摘的就行了 老兽医指着前方 在湖族附近摘的 那边瘴气重 你可以小心点 稍有不慎就没命了 谢之宇对老兽医说了声谢谢 静止朝湖族所在的位置走去 他过来时 眼前模糊一片 仿佛迷雾 难道这就是老爷爷说的瘴气 谢之宇凭住气 在周围寻找柴虎 找了好半天 终于在一片院子里找到了 看眼前院子装扮 谢之宇莫名觉得很熟悉 这该不会是吕瑶住的地方吧 他记得书中由吕瑶住处描写 院子里栽满各种草药 木屋宽敞明亮 空气中弥漫着花香 仿佛是仙女所居住的人间仙境 眼前的景象与那描述如出一辙 没时间多想 谢之宇随手一蒙 便将柴虎全部洗劫一空了 正准备离开时 却迎面撞上了刚回来的吕瑶 吕瑶看见谢之宇手中抱着的一大堆柴虎 激动大喊 快来人啊 抓贼呀 吕瑶一声惊吼 胡族人集体出洞抓谢之宇 谢之宇把腿就跑 身后是一群穷追不舍的雄性 要是被抓回去 他就死定了 谢之宇一路朝前跑去 将柴虎藏在了草堆里 然后纵身一跃 跳进了河里 胡族雄性不敢下水 在河边来回转动 在确定谢之宇不在这里后 才纷纷离开 不久后 阿诺出来找谢之宇 口渴了 准备来河边喝点水再继续找 忽然 谢之宇从水里钻出 脸上污泥被冲干净 容颜精致如仙女 让阿诺呆住了 他直勾勾地盯着谢之宇不眨眼 脱口而出 美人与此性 阿诺记得父亲曾说 除了胡族圣女 远在大海的美人与此性也很漂亮 谢之宇从水中出来 湿漉漉的兽皮重重掉在地上 谢之宇就这样光溜溜地 出现在了阿诺眼前 阿诺看见后眼睛瞪得和同一样吧 谢之宇尴尴尬地捡起兽皮穿好 拿走自己藏在草堆中的柴虎 把腿就跑 谢之宇心中暗存 可不能让阿诺发现自己就是马瑞亚 要不然他肯定会怀疑他冒充了真正的马瑞亚 而受试杀此性是重罪 所以他还是等伴仇后再回虎族见阿诺吧 谢之宇走后 阿诺还瞪大眼睛呆愣在原地 难难道 好美的美人与此性 比胡族圣女都还美 谢之宇一路跑回安格斯的山洞 将新鲜的柴虎捏碎成汁 味进安格斯嘴里 这柴虎汁很苦 安格斯喝得眉头紧锁 因为发烧无法动弹 只能被迫喝下 谢之宇给安格斯喂完药 便拿过一旁的果子吃了起来 吃了两天果子 他也想吃肉了 谢之宇叹了口气 吃完果子便躺在了安格斯身边休息 半夜安格斯退烧醒来 他晚上视力非常好 一睁眼就将谢之宇的脸看清楚了 巴掌大的脸庞 精致的五官 高挺的鼻梁 微卷的睫毛 睡着的他宛如人间美眷 安格斯一直以为吕瑶是受试最漂亮的雌性 但在看到谢之宇后 发现他才是最漂亮的 安格斯忍不住轻抚他的脸 冰凉的触感让谢之宇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舒服 谢之宇往安格斯怀中贴了贴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继续睡 浮通浮通 安格斯的心跳突然加快 原来被雌性抱着是这样的感觉 另一边 宋依依在孔雀族饿的两眼冒星 四仰八叉 躺在地上叫喊 好饿啊 真的好饿啊 正在巡视的伯恩斯路过 听到他的喊声 站在巢穴外问 我巢穴有野果 你要吃吗 因为宋依依救了米诺 是孔雀族的恩人 雄性们对他都挺友好 雌性就不太友好了 伯恩斯的话 让宋依依直接离拔挺的坐起身 我吃 伯恩斯带宋依依去自己巢穴 扎出野果地给了他 宋依依狼通虎咽啃起来 连吃五个果子后 才满足的摸着肚子 可算是饱了 伯恩斯往火堆添柴 看见宋依依浑身脏兮兮的 还有难闻的气味 便问道 你想洗澡吗 宋依依急忙点头 想 伯恩斯放下手中的柴 跟上 我带你去河边洗 好 夜晚的森林漆黑一片 宋依依一路走一路摔 伯恩斯健壮 直接将他打红抱起来 宋依依依在伯恩斯怀中 还没感动一秒 就听他说 我觉得雌性还是得像圣女一样 今天洗澡才讨雄性喜欢 宋依依顿时无语 伯恩斯现在是在嫌他脏吗 宋依不悦地说道 你可以拿我和其他雌性笔 但别拿我跟吕咬比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绿茶表 伯恩斯一脸茫然 绿茶表是什么 宋依依懒得解释 被放在河边后 镜子去河里洗澡 夏天的河水温暖舒适 洗完后 趁伯恩斯不注意 又用一巴把脸呼上 才走出来 我洗好了 伯恩斯转身就看见宋依依的脸 你洗了这么久 脸怎么还这么脏 宋依依本正惊道 我长得丑 为了不吓到你 这脸我就不洗了 伯恩斯想起艾米利和马瑞亚 是虎足百年难见的独子和丑子 经常强迫雄性绑定关系 下意识远离宋依依 还莫名其妙来一句 我以后可是要做圣女的雄性 你别对我有非分之想 宋依依无语至极 吕咬到底有什么好 让你们一个个争着抢着去做她的雄性 她漂亮 善良 温柔 还会呼风唤雨 治病 这么完美的雌性 雄性想要和她交配很正常 这吕咬还真是把书中自己描绘得完美的不行 臭不要脸 宋依依走进一步 冷笑道 女遥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你选择她 会后悔的 我不会 伯恩斯满脸自信 宋依依冷哼一声 那我们拭目以待 说完 便让伯恩斯带自己回了孔雀族 第二天 谢之宇早早醒来 想起脸上忘记抹泥 随手捏了一把泥巴胡乱抹在脸上 这下丑了 谢之宇站起身 拿起旁边果子吃了两颗甜一下肚子 便准备回虎族找宋依依 他昨天被安格斯带走 宋依依肯定担心坏了 正好安格斯醒来 谢之宇站在他的身旁 你现在稍退了 看来没事了 我一会回虎族 安格斯一听 直接将下半身变成蛇尾 将谢之宇卷在了自己怀中 我要你留下做我的雌性 哪里也不许去 安格斯说着还伸舌舔谢之宇的脸 谢之宇被舔得浑身不自在 别舔了 丧 别走 安格斯的声音带着哀求 谢之宇无奈想 他现在被他卷成这样 想走也走不了啊 谢之宇看着 你说我做你的雄性 这样我才能跟着你一起去虎族 谢之宇愣住了 这么突然吗 谢之宇知道收雄性的步骤 得先交配 然后让他的兽文出现在自己身上 接着他便不再是无家可归 被人驱赶的流浪兽了 因为有了雌性 等同于有了家 谢之宇脸颊飞红的说 你身体还美好 这时候和我交配你撑得住吗 女孩和闺蜜一起穿梭到了兽人世界 成了又丑又拉她的独辞性 当系统告知共同生购一百的孩子 就可获得离开寿室的机会 谢之宇与闺蜜互相对视一眼 两人撸起袖子 嫁一起打 把一起生 安格斯捡了紧蛇尾 抬眼认真的说 我可以 谢之宇看安格斯认真的模样 疑惑道 你不是喜欢狐足圣女吗 和我交配后 你就没办法喜欢她了 我不喜欢她 我只是听说她很漂亮 想看看她长什么样 可狐足的雄性都不让我见 我只能偷偷跑去见 然后每次都被抓住 谢之宇无语 吕瑶每次出门都戴面纱 确实让人好奇 她到底长什么样 这也不怪安格斯三番五次 去胡足偷看她了 谢之宇轻叹一声 行吧 既然你不喜欢吕瑶 那我就收你做我的雄性 安格斯文言 眼睛都亮了 你真的愿意收我这个流浪兽 做你的雄性 谢之宇轻笑着点头 真的 我收你做我的雄性 安格斯兴奋的舌尾松开谢之宇 随后变成人形状态 小心翼翼去亲谢之宇的脸 谢之宇搂住安格斯脖子 开始回应着她 两人在山洞进行交配 谢之宇第一次收雄性 心里十分紧张 低声道 安格斯 我有点害怕 安格斯文言 在她耳边轻声低语 别怕此性 我会很温柔的 谢之宇被安格斯安慰两下 心里稍微没这么恐惧了 嗯 谢之宇轻盈出声 随后两人交配成功 谢之宇胸口上献出一条 代表着安格斯的舌纹 生子系统适时地冒了出来 恭喜宿主完成交配 获得积分一万 谢之宇眼睛都亮了 一万积分 也不知道可以在商城买什么东西 一会儿去看看 一个小时后 谢之宇躺在草堆上 稳了稳安格斯 以后有我在 谁也伤害不了你 安格斯将谢之宇拉入怀中 低声嘻喃 此性 这话应该我对你说 谢之宇笑了笑 抱着安格斯稳了会 才整着她胳膊说 我先睡会儿 等醒了我们回谷足 安格斯稳了稳谢之宇额头 好 你好好睡会 谢之宇闭上眼睛 进入积分商城 琳琅满目的物品浮现在她面前 价格与积分一一对应 谢之宇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东西 脑海与系统交流 就只能兑换这些吗 生子系统道 商城会根据宿主积分数 增加更高级商品 如房子 无电冰箱 各种家具 谢之宇挑眉 看来自己得多多交配怀孕生子 随后便开始兑换物品 在花完所有积分后 谢之宇从商场退出来 继续抱着冰凉抱枕的安格斯睡觉 另一边 宋依依在孔雀足潮雪里 被生子系统的机械提示音吵醒 生子系统催促道 宿主 你的闺蜜已经成功与安格斯交配了 你快起来努力 宋依依文言震惊道 小芝芝才和安格斯相处一天就交配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生子系统补刀道 她确实很快 但你这边却毫无进展 谁说的 我和伯恩斯明明有进展 昨晚还一起去喝杯洗澡了 说完迅速起身 离开巢雪去找伯恩斯 可宋依依找离一圈都没找到 随手拦住一个雄性问 伯恩斯呢 怎么不在族里 那雄性随意地回了一句 她一早就去胡族给圣语送花了 宋依依顿是一阵无语 看来她是铁了心要做吕瑶雄性了 宋依依咬了咬牙 那可不行 她得让她成为自己的雄性 让生子系统告诉了自己胡族位置 便一个人出发去了胡族 宋依依到的时候 一群雄性正围在胡族门外 拿着刚摘的花准备送给吕瑶 伯恩斯正站在其中 圣语 伯恩斯问道 你是什么兽 伯恩斯立刻挺直了胸膛 骄傲地回答 我是孔雀 孔雀 战斗力太差了 收她做雄性 遇到危险她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要怎么保护她 吕瑶盯着伯恩斯看了会 随后随手接过另一个雄性地上的花 转身毫不留情地回了胡族 伯恩斯眼底流露出一抹失望 圣女好像不喜欢孔雀 在圣女走后 一群雄性围在伯恩斯眼前嘲笑道 一只毫无战斗力的孔雀 也想做圣女的雄性 我们看你和天天基于圣女的流浪兽安格斯 一样没有自知之明 伯恩斯捏紧手中的花 脸色难看的说 我虽然战斗力不强 但对圣女是真心的 雄性们哄堂大笑 我们对圣女也是真心的 你这只没战斗力的孔雀 只配沦为我们的盘中餐 正好饿了 今天就杀了你 拿去填饱肚子 就在老虎 狮子 黑熊将伯恩斯围住 准备动手时 松衣冲上去 挡在伯恩斯面前 冷冷说道 它是我喜欢的雄性 你们谁也不许动它 虎族雄性惊讶道 你是艾米莉 离开虎族后 怎么和这只一无是处的花孔雀在一起了 这个和你们没有关系 再不走 信不信我把你们全部收为雄性 你们知道都我最喜欢强收雄性 说着还洋装朝他们扑上去 几名雄性吓得把腿就跑 随后 宋依依松了口气 转头看向伯恩斯 好了 回去吧 伯恩斯急忙扔掉手中的花跑了 他觉得十分丢脸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会对我的真情打动 宋依依见伯恩斯又跑了 再次追上 伯恩斯 你喜欢圣女不就是因为他漂亮吗 如果我告诉你 我和他一样漂亮 你愿意做我雄性吗 伯恩斯停下脚步 看了一眼脸上脏兮兮的宋依依 扭头就走 宋依依愣在原地 他这是不相信自己长得漂亮吗 行 他证明给他看 另一边 谢之余醒后 便带着安格斯回了虎族 虎族雌性和雄性们对他们议论纷纷 我的天啊 马瑞亚居然收了一个流浪兽的雄性 流浪兽战斗力这么低 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他打死吧 看看这流浪兽身上的伤 这一看就是马瑞亚打出来的 马瑞亚糟蹋完虎族的雄性 现在又去糟蹋流浪兽 我突然有些疼情怕了 这些流言蜚语 谢之余全当听不见 领着安格斯回了山洞 阿诺昨天找了谢之余一偏 又累又饿 此时正在山洞进食 谢之余进去就看到阿诺正撕扯猎物 嘴上全是血 看起来血淋淋的有些吓人 谢之余一靠近 阿诺急忙扔下猎物躲在角落 脸上满是恐惧 你 你别过来 谢之余愣了 他还什么都没做 他这么怕自己干嘛 谢之余环顾四周没发现宋一 问道 艾米丽呢 怎么不再煽动 阿诺慌忙回答 他昨天和你出去后 这再也没回来过了 谢之余文言满是担忧 一一消失一天了 这是跑哪里去了 生子系统安慰 宿主不用担心 他正在孔雀族追伯恩斯 很安全 伯恩斯 谢之余想了下 好像是吕瑶的第二个雄性 按照小说剧情发展 伯恩斯会在不久后 救下受伤的吕瑶 然后得到成为他雄性机会 一一想要追求伯恩斯 就要阻止伯恩斯救吕瑶 他得去找一一 谢之余柔声对着角落里的阿诺说 阿诺 你不用怕我 我说我不会伤害你 我现在要去找艾米丽 你要是愿意就一起去 不愿意就在虎族等我 阿诺打量着眼前的谢之余 他犹豫许久 才出了声 我不去 他怕玛瑞亚去孔雀族路上 把他打死 就算死 他也要死在虎族 出乎意料的是 谢之余并没有生气 反而温柔地替他擦去嘴角血迹 既然你不愿意去孔雀族 那就算了 好好照顾自己 我和安格斯一起去 谢之余起身 牵起安格斯的手介绍 这是我新收的雄性安格斯 以后你们好好相处吧 阿诺看着安格斯浑身的伤痕 误以为都是谢之余打的 心想 这家伙活不了多久了 真惨 安格斯也在打量阿诺 像他胆子这么小 很是嫌弃 不明白雌性为什么要收他 雌性 我们走吧 安格斯催促道 谢之余点点头 与安格斯食指向扣 离开山洞走进了森林 一路上与安格斯有说有笑 遇到救命的草药 还带着安格斯一起摘 谢之余看着蹲在身旁的安格斯 凑到他的眼前 在他脸上落下一吻 安格斯摘药的动作一顿 瞳孔微微一缩 雌性亲了他 脸上瞬间红韵了 谢之余见了笑道 你怎么不动了 安格斯红着脸慌乱的说 我 我马上动 随即他迅速的将眼前的草药 拔了个精光 谢之余被逗笑 他与安格斯拎着一大堆草药 一起朝孔雀族走去 两人过来时 正好听见孔雀族的雄性们 在围观雌性 好漂亮的雌性